都渴望自己婚后的生活能和谐美满幸福 但事实上大多数人的婚姻都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美好 因为生活中总是有太多让人无可奈何的烦恼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应该看自己的另一半是怎样的一个人 例如这几种面向的女人在结婚之后就经常和家人发生矛盾 所以老婆如果有这些面向特征的话 婚后家庭生活很难安定 眉毛连接 如果女人没心处的绒毛比较浓密 看起来就好像两条眉毛连在了一起一样 这种面向的女人一般心胸都比较狭隘 而且很多疑 因此老婆有这种面向的话 在结婚之后老公稍微做错一点事情 他们就会一直在心里面记着始终难以介怀 遇到问题就会拿出之前的事情出来很喜欢犯旧账 而且自己没事的时候就喜欢胡思乱想 如果老公回家晚一点可能就会开始胡思乱想 继而与老公发生矛盾 与其他家庭成员的相处也是如此 所以老婆是这样的面向婚后家宅难宁 眉尾上翘 如果女人的眉尾上翘的话 其个性会比较自大 给人一种比较骄傲的感觉 在生活中什么事情都自以为是 对于别人的意见总是不屑一顾 因此这种面向的女人一般也很难相处 在结婚之后 不管是和老公还是和公共婆婆 或者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都不会很好 尤其是当有人质疑她们的时候 她们会表现得十分愤怒 因为自大的她们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甚至明知道是自己错了也不会道歉 而是将错误归决于其他人 有些胡搅蛮缠的感觉 下巴很尖 从面向学的角度来说 这种面向的女人并不是很好 尤其是性格有一种蛮横的感觉 如果跟这种面向的女人结婚 在婚姻生活中 夫妻之间也总会有矛盾 因为这种面向的女人 总是有一种大小姐脾气 从不会讲道理 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根本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 而如果老公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 马上就会翻脸 所以婚后经常会有矛盾出现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月影 关注我和我一起传承祖辈文化